我们说2024年1月1号金砖十国 本来是十一国 但是阿根廷没有参加 今天中国大陆外交部有最新的说法 来看到汪文斌说 我们扩大到十国 充分说明金砖拥有光明前景 话中有话吗 阿根廷不参加 光明真的蛮前景的 我们来听听看 汪文斌是怎么说的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18年的历程 凝聚力日益增强 影响力持续提升 已成为国际事务当中一致积极 稳定向善的力量 你刚才提到金砖国家 已经扩大到十个成员国 我想这充分说明 金砖合作拥有光明前景 赖老师光明前景 然后其实普丁总统他有说 我们这一次金砖 因为他当轮值主席国 他提到说我们要进行 像是政治跟安全的合作 经济跟金融合作 会不会加速去美元 文化跟人文的交游 这三个领域合作 还是有30多个国家 抢交加入金砖 我们来看两个数字的一个线图 俄罗斯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的经济成长 今年估计大概是3.2% 2024 对2023年 2023过去的那年 现在是2024 对对对 我们这个一下子转换不过来 2023年他们的估计大概是3.2% 那很厉害 正的 欧洲 很多负的 都是负的 很多是负的 德国 一般估计可能是0点多到1的成长率 所以俄罗斯它在整个欧洲 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了 如果以平准购买力来算的话 那在全世界如果以平准购买力来算 那俄罗斯也已经排到前10名了 所以俄罗斯的经济表现得很亮眼 它是金庄五国之一 对 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5% 对 金庄五国之一 印度也是6到7 也是金庄五国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在金庄五国 他们本身的GDP的都是往上攀升的 那现在已经加入了这些国家 他们的经济情况 除了阿根廷 因为他没加入嘛 对 所以加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 都是不错 不管是沙特拉等 然后我们看到 所以在目前的金庄十国 因为1月1号正式生效嘛 所以都是往上攀升的 那G7呢是往下走 对 G7美国往下 日本往下 加拿大啦 欧洲啦 等这些相关的国家都往下 所以一个是往上升 一个是往下走 那各位想想谁的影响力大 当然是金庄的影响力一定会大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金庄的定位很清楚 你看普丁 他延续的其实是 中国大陆的一贯的主张 就是金融的合作 对 经济的合作 还有就是人文社会交流的合作 所以他延续了这个整个大方向跟大战略 也就是说金庄国家的文化人文的交流 要继续增加 对 彼此之间互派留学生 还有大学教授 还有多办一些电影 还有艺文活动 还有体育活动之间 彼此之间的交流要再继续增强 那金融不用说了 为什么说今年要特别强调要金融 也就是金庄国家的本地货币 本币的交易要再扩大 目前来说的话 他们希望未来他们的本币交易 能够扩大到七八成 如果能够到八成的话 换言之也就是说 其他的货币 包括美元 欧元 日元 英镑 只占他们的里面的两成 那也就是说绝大部分 都是用本币交易的话 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中 人民币绝对是具有最大的优势 也就是说在IMF里面 一篮子货币中 金砖国家的唯一的货币 进入IMF的一篮子货币 就是人民币 而人民币如果能够在 金砖国家里面 它的本币交易成为一个 主力货币的话 那很明显的 这个金砖在IMF的影响力 跟发言权将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战略 这个战略看起来 普丁要跟中国大陆携手 把人民币推向更高的 国际货币的影响力 这样的话当然也会带动 金砖国家在金融体系里面 他们的发言权 对 所以人民币这一块 在2024也是备受瞩目的 因为中国大陆人民币 稳步的国际化 但也不是马上就做得到 那当然就是说推他一把 然后呢中国大陆的经济体 也会越来越夯实 那有新怎么看 因为呢现在中美 现在两样情嘛 中国大陆这边 像是2024也说 最少也是4%左右的成长率 美国呢 另外再来看到 拜登真的是遥遥领先 什么事情 是美国总统第一名 这是纽约有报说 拜登2023年 有138天待在度假胜地 你看不是骑脚踏车 不然就是去海边 已经战胜了 历届的美国总统 连老布希 连那个川普 都被他打败了 我觉得主要是 拜登真的需要了 第一个就是 他真的需要了 OK 如果你不给他休假的话 我想他的决策的情况 会更糟糕 你如果不给他休假的话 他如果一直在线上工作 线下工作 如果他一直在线下工作 你想他出席很多会议 然后碰到外星人 碰到外星人 空气落 对 可能性就会更多 然后方向搞不清楚 转弯转错了 转弯转错了会更多 然后在下决策的时候 名字讲错 然后名字讲错 或者是历史导致 或者是没有发生的事 讲成有发生 有发生的事 讲成另外一个事件 那这些情况更严重的话 那他们的纪录人员怎么办呢 而且当他在下决心 下决论的时候 然后结果常常发生 这个错 那个错 这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让他多一点休假 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等到他连任的时候 再多休一点 那这样的话美国违惑世界 可能会少一点 对 因为美国通常如果这个总统 比较活耀的话 那他们满脑子想的 就是怎么整这个国家 怎么整那个国家 怎么把这个地区搞乱 怎么把那个地区搞乱 那个国家的石油 他想分一杯跟 那个国家的东西 他想拿一下 那你想没完没了 所以我觉得拜登多一点休假 不是一件坏事了 对啦 希望这个美国能够 为全世界带来更多的一个好处 而不是让大家看到双重标准 希望2024是这样子了 那但是会不会太天真一点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美国现在也被讲说 你去力挺以色列 你就把那个两艘航母 开到这个地方 但大家都知道 这个航母是不会持久的 比如说这个福特号返美 以色列宣布计划改变战术 也就是在加萨境内的部队 说要减派 然后但是还是有好几个月的 局部扫荡的时间 另外以色列财长竟然说 鼓励加萨居民移居他乡 那就把他们全部赶走 路透社说你的言论 就是让阿拉伯人担忧 你就是要把巴拉斯坦人 全部赶出来 另外再来看到 因为最近有一些霍伦 再次遭到了 菩萨组织的袭击 所以美国出手了 结果现在伊朗也入局了 他派出这一艘就是 俄布尔士号的驱逐舰 要去穿过鸿海跟雅丁文 对你讲了三块了 我们要把它分三块来讲 第一块就是讲到福特号 他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 福特号航母他很烧钱 那他在地中海这个地方 也待了三个月了 待了三个月他的士兵 再不休息 再不休假 然后再不靠岗 这个军队的纪律维持会有困难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每天这样烧钱也不是办法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本来他的功能是威责伊朗 还有黎巴伦的真主党 以及这个叙利亚 伊拉克的民兵组织 那么不要介入这个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他产生了巨大的威责力 他的功能产生了 所以我们看到黎巴伦的真主党 跟以色列的冲突是局部的 零星的 也就是有限度的 有限度的意思也就是说 这些组织他是表达他的意思 但是他并没有真的要爆发 跟以色列全面的一个交战 那伊朗的态度也很明显 也就是都是有节制有克制的 这个主要是跟福特号 跟当时的艾斯尔哈威尔号 两个航母战斗群 处在那个地方是有关系 也就是说他威责住伊朗 因为本来伊朗是打算甚至扬言 那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战争的话 他要杀进去 但是结果都没有发生 而以色列确实没有停止战争 而且以色列的轰炸 也打了这个两个多月 其实都炸得差不多 可是问题是哈马斯并没有被消灭 没错 我讲因为哈马斯在元旦的时候 对以色列发射了二三十枚的火箭弹 这代表什么他们的实力还在 所以到底以色列的这两三个月以来的军事行动 哈马斯的兵力折损多少 是一个大灾问 以色列说不清楚 没有一个人说不清楚 我相信只有哈马斯最清楚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块您所列出来的就代表什么 代表当时大家都在认为 内塔尼亚湖在加沙地区的这个动作 主要的目的是寄遇这块土地 那果然他们的极优异的这位财长 他是极优异的 那这位财长果然把底牌泄露出来了 他说你们就牵走嘛 然后让我们过去的 囤捆区的以色列人牵进来嘛 可是已经移走的过去的 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再回来 所以我们再强调原本的 已经住在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 不愿意回来 那为什么 因为除非你把它清得干干净净 可是清得干干净净以后 这个地方是雪流成河的国战场 那变成你在这边安居乐业的地方 这个内心里面会不安嘛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阴魂 在这个地方飘荡 也就是冤死的人有几万人 在这个地方飘荡 第二个呢 你能够把两百多万人 都全部清光吗 怎么可能 这有困难喔 因为你要迁到哪里去 就我们要问 难道你要叫埃及吗 埃及不可能收啊 怎么可能 那你难道你要把他们迁到 以色列现在的困捆区吗 这怎么可能 以色列不要 以色列怎么可能 让人 所以你要把他们迁到哪里 是的 那因此这种讲话 即不负责任 但是泄露出他们的地 他们的深 很深沉的动机 我觉得这个是 让沙特阿拉伯跟伊朗 最后会被迫 采取行动也说不一定 那最后一个你的问题 就提到里有关于是 货轮 货轮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 目前来讲最棘手的 为什么 胡塞组织 他的诉求是 以色列停止对于 加勒 加沙地区的杀戮 要停止 对 那以色列不停止的一天 胡塞组织 就要在鸿海这个地方 对于三种情况造成攻击 第一个就是开往以色列的 货轮 游轮或是货柜轮要攻击 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开出来的 第三个就是在欧美地区的 犹太人所经营的海运公司 要进行攻击 那这三块要进行攻击的情形下 我们看到欧洲的这些航运商 其实本来都停运了 对 后来马斯基 我相信可能因为政治考虑 他又重新恢复 重新恢复的时候 一天遭受到两次的攻击 他已经宣布暂时停止了 是啊 他宣布暂时停止的情形下 那对于美国人来讲 就是一个挑战了 所以美国本来威胁 要对于这个胡塞组织 进行攻击 伊朗的导弹驱逐舰就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美国又改口说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胡塞组织更凶狠了 直接攻打美国的军舰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已经看出来 美国跟英国的恫吓 胡塞组织没有达成它的目的 对所以没有这个目的 没有达到目的 那另外呢 美国你想要威褶别人 威褶中东国家 你派出两艘航母 也许还可以威褶 你要威褶中国大陆吗 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中国大陆2023年 其实总共服役了9艘的舰艇 盾位来到5.2万对 但是呢 他已经超过越南海军的盾位数了 包括有两艘动物 还有呢 7艘054AG 护卫舰 以及一艘039C等等的 那2024才说精彩啊 因为呢 2023下水的 还没有算在这个的 有包括075啦 还有052C啦 还有呢 054B啦 以及039B的攻击核潜力 这些都是2023下水 2024就可能要服役了 那这样加起来 就8到9万对 那更别说呢 其实今年 2024年很大重点是 2024年 有两艘动物 新型的动物 到两到三艘的 052DG下水 福建建要海市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另外呢 054A已经有 第40号的下水了 代表说呢 他要专心可以来建造 054B了 中国大陆是这样子 已经确认自己是海洋大国 这是一个方向定位了 那海洋大国就必须要有 相配应的这个船舰 那空军海上的航空兵 陆地的就是以地基为基础的 航空兵 基本上来讲就要搭配 那所以如果是在中国的 这个沿岸 这个海域 例如说东海南海的海域 除了你 以陆基为基础的航空兵 就是空军的一个 空对于海的资源作战以外 那海上的航空兵也一样 另外在深南海军 也就是走更远的 那就要依靠的就是航空母舰了 航母本身的舰载机 也就是海上航空兵 那要搭配的 它的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 还有未来很有可能随行 在岛屿之间的这个 两栖攻击舰 这个整个舰队 那当然补给舰也要上来 这个和动力潜舰跟攻击舰 也都要搭配上来 这是一个整套系统 当这整套系统 都要搭配的航母来的时候 你想当福建舰在西装的情形下 它最少要搭配一艘动物 最少一艘 那么还有动物2 最少要两艘以上 那有人认为说动物4 也可能也可以搭配的上来 那另外还有就是最少要两艘 这个093的核攻击舰舰 在最前面 那还要有一艘这个补给舰 全部都要跟上来 那各位想 如果是第四艘航母呢 是不是一样要搭配 对啊 然后再加上中国大陆在于 东海跟南海 目前的情势是不稳定的 因为有很多意外的国家 在这个地方蠢蠢欲动 那未来在东海跟南海 进行的交战的过程中 甚至北海舰队相互资源的情形下 如果美国跟日本韩国 在朝鲜半岛搞事 那你在日本海这个地方 在渤海黄海整个海域里面 中国大陆的北部战区 就要整个能够控制稳定 整个局势 而且要寻求安定跟和平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陆海空的联合作战 就势在必行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的对于海洋大国的建造 坦白说这个是现阶段 那下一阶段 大陆如果在未来 它的整个海洋通道 全球的海洋通道的安全的护卫 都要进行的话 那你觉得应该要 几个航母战略群 老师上个礼拜已经透距了 说至少20艘的航母 跟美国对抗 当然至少20艘 那它慢慢来 但中国大陆造舰下轴子太快了 我们说2024有这几大亮点 光2023下水就这么多型 那更别说 我们今天要特别讲什么呢 也就是 以第一个 它会专心来造054B 它的护卫舰又更强了 因为054A 它比较慢一点点 那054B的部分 它就是速度又快了 可以跟上航母 所以就可以专心来建造054B 待会请赖老师好好来补充一下 还有055 新的动物要下水了 美国关注的钥匙 1945说 第二批次的055来了 然后呢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会在2024年秋冬下水 那更别说呢 它的排水量1.5万吨 是全世界盾位最大的驱逐舰了 那垂发来到128个 那会放什么武器呢 很精彩啦 第一个 电磁炮跟雷射武器 电磁炮呢 南华早报角度说了 中国大陆早就研发出来了 故障率只有2% 比你美国还要强 射程是100到200公里 每秒2公里 这个射程好厉害 然后呢 雷射武器也渴望 装在055B的这个驱逐舰上 那就是可以指哪打哪的特性啦 中国大陆之前呢 这个沙特就有个宁静杀手嘛 它呢可以击落13架无人机 就非常的厉害 那也有可能把它更加强之后呢 变成雷射武器 雷射武器跟电磁炮 是不同的概念 对 一个是用激光 那用激光去攻击的话 例如说对于 让对方致盲的功能就很强大 对 这是雷射武器 对 因为在未来 很多时候都是用无人机 那无人机它一定是光学的 那为什么 因为操作员要看 它就透过光学的 也就是说它的镜头 那雷射武器对他们来讲 就很有杀伤力 对 所以我觉得雷射武器是一个 大杀器 大杀器 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目前来讲是领先的 还有一个电磁炮也是领先 我们在上礼拜 有跟大家介绍过 今天再讲 电磁炮它本身的特点 就在于它的弹头 因为它本身的作战是 就是说我们讲载体 它不需要火药 它不需要火药 那所以它的容积 就会比较小 储存比较安全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弹药室里面 它的储存量 可以增加好几倍 然后它又相对来讲安全 而且它装载容易 那这样的情形 这个构成了一个必杀器 所以动物 必杀器 因为这样子会 对于各位你想 第一个它便宜 对 因为它的弹头造价很便宜 第二个它的数量很大 第三个它的发射的速度很快 然后第四个它本身 是用动能的方式去攻击 你对于无人机也好 对于来袭的导弹 就是反导系统 对于这个有人机 那它都本身会构成 重大的这个攻击的力道 200公里 是的 够了啊 所以你的飞机过来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打下来 对 200公里 你的这个巡异导弹过来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打下来 所以各位想想 这样的一种武器来讲 对美国来说 它当然负担就很重嘛 是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同样一个盾位的 何况它是大盾位的 它是1.5万对的 不得了啊 它又大盾位的 那所以它的弹药的装载量 一定是远大于美国同级的 这个导弹驱逐舰 提抗德罗加级 对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对大陆来说 它当然很看重 这个055的导弹护卫舰 导弹驱逐舰 它是下一批次的动物嘛 是的 那我们非常的关注它 因为动物就已经够强了 1.2垂发 它1.2.8垂发 又可以放这个黑科技 一个是大杀器 一个又必杀器 那是不得了耶 强强联手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强呢 因为055B还可以搭载 改良过的英纪21 英纪21就够厉害 还有改良版的 速度6马赫 透过北斗卫星 就可以精确制导 另外为什么 中国大陆这个领域很强 因为中国大陆海军 拥有三大核心技术 电磁技术 全电推进系统 还有中压直流系统 这三大核心 全部加在一起 动物55 下一代的 更别说这个电磁弹射之父 马伟明就说 中国大陆要朝全能舰这个方向来迈进 动物5B就是它的一个技术的程序 对 因为中国最早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 端板在哪里 那强项就是中国的配电系统的能力很强 所以它在这方面就一直不断的依照自己最强的地方来研发 所以就解决了传统的这个动力的配电的问题 例如说最早的时候 美国认为中国大陆没有核动力 就不可能有这个电磁的弹射 那也不可能发展出电磁炮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需要瞬间高电能的 高动能的怎么可能 那中国大陆就是透过这个配电的这个能力 然后很快的就解决了这个短板的问题 那从这个地方的优势一旦出发的时候 航母都可以了 那这个动物那更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群体下就跌破了美国人的科学家 跟工程师他们固定的这个旧的思维 可是美国要模仿中国大陆 在这个部分他们就有难处了 不行 中亚直流交流都不一样了 因为它落后了嘛 那它要赶上去的时候 它要花很长时间 而且对它来讲 他们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有核动能嘛 它有核动能 它就没有必要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 对于不是航母呢 不是航母你的核动力 要发展到这么小 那这个部分里面成本 会不会变得太高了 是的 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又是一个要考量的一点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们当然就落后了 这也就是他们本身 在研究中国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原本他们是占有优势领先的 现在就被中国大陆 补短板 然后反而是弯道就超车了 对啊 就是后发优势 后发先制了 大陆尽管 一身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封面修 鸣服属 你 how 你 好